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金帝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绽肯化鈕 calcaria fluorica Finished & Pot tutti 土耳裙 Calcatra fluorica nell'غôp Flo lucida Culcan Spectrum institutions Chusslar택 cm Blaze 組織盐的香港 12 obedience 其中一点 oben 是属于骨验 因為固化鈣通常是在骨的表面 牙齒的髮狼質 以及身體的彈性組織 以及表皮細胞裏見得到 這個療劑對付石頭硬的腺體 腫脹、腫脹、腫脹、骨的營養問題 有一位醫生叫Dr. Sarah Hogan 她曾經說過 用這個Kell-Fleur忽化鈣 處理了一個人腐的放屁問題 還有這個療劑也幫助這個人腐 臨盤比以前更容易 以前這位病人有問題 即是說這個忽化鈣可以幫助 苦人的臨盤生十分仔 因為這是一種彈性 幫助身體的彈性 組織比較彈性 讓生十分仔的時候 你的盆是要打開的 所以這個忽化鈣是幫助你的盆骨 彈性的組織可以鬆一點 可以容易令十分仔生出來容易一點 好了 這個療劑也都被用在一個 在一些我們叫做眼蓋的 瘍淹帶時 而是會膽線的 香水培道 很有背景的 總 Promisee 蛋 即是眼蓋 有類型的肽孔 有類型的肽孔 差不多 toes 就沒有嘴 那種肽孔 已經有類型的肽孔 還可以提出一個 很比較 Значит 是一股肽孔 那裏有類型的肽孔 也可 hides 是一個 호 Stop 現在可能 有個案 就是有一個人被一隻馬踢到肚子 接著受踢的部位就出現一個很硬的腫塊 這個療劑就醫好了這個問題 還可以用一些乳房的腺體 在乳腺的腺體硬化 硬得像石頭那樣硬 那肚化鈣也可以這方面發揮作用 另外一位Dr. Wieselhoff 他提及有兩個個案 就是處理了 梅毒性的骨膜腫脹 一宗就是柔小骨 就是前臂的骨 radius那個柔小骨 另外一個個案就是左邊的赤骨 Owner那裏 那一宗是比較痛的 一宗是沒什麼痛感的 那一位病人就是男性皮膚黑實的 另外一位是一個女性 一個金黃髮的女性 那大家每一個個案 他都是用一劑很重的 一劑的Calvler來處理了 Calvler也可以醫一些腰背痛 這種腰背痛就是 休息得多坐得多就會差點 動動就會好點 那這個就好像我們所認識的 Rootstock那個野角 那當然你一般都會試試野角 但如果野角試過不行 那就可以試用這個 這個固化鈣Calvler 它整形都好似的 那這個也都可以用在 雲香裡面的關節的問題 筋和關節的毛病 例如是受了傷之後 那個關節特別覺得軟弱 很容易失體 即是突然失體 好像沒有力 或者在筋膜 筋那裏出現一些結節 可能因為過爐 或者受傷之後 出現這些筋裡面的結節 好了 處理骨齒方面 Bone Spur Calvler是一個首選的療劑 有時候我們有 有時候那些人是 在X光照度 有些有骨齒在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通常呢 可以用一個高份能的 或者如果低份能 就時間會用來一點 那就是這兩個這種情況 好了 當我們骨是出現變形的時候 我就會立刻想到 用Calvler 但當我們的出現骨是脆弱的時候 我就用Calvler的 那個磷酸鈣 另外一種療劑 這個就是這個 那窟化鈣呢 是這麼多種鈣的 裡面是比較上最熱的鈣來的 那還有一種 就是那個磷酸鈣 也是比較熱的 就是體溫熱的 怕熱的 但是呢 碳酸鈣呢 就是怕冷的 好了 Calvler窟化鈣呢 這個療劑呢 是傾向用在一些筋膜 比較脆弱的 什麼原因都好呢 某種病之下呢 它的筋很脆弱的 或者呢 令到它呢 失了功能的 有一種病 我們叫Marvin's disease Marvin's disease 我們叫它是蜘蛛人的 即是人呢 很瘦 手腳很長 很幼瘦 很長的 很多關節的問題呢 那這個是一個首選的療劑來的 對付這些的Marvin's syndrome 其實是一種遺傳性的病 那病人呢 他人是手腳長 幼幼長長 手腳都是 好像蜘蛛一樣 好了 Calvler呢 亦都可以很適合一些脊椎側關的問題 還有一個應用就是牙科的牙齒的問題 尤其是牙表面的髮狼質的損壞 那有時候呢 有個醫生曾經建議 就可以用呢 就將這個組織鹽 Calvler-6X的組織鹽呢 是那種糖粉呢 塗在牙齒的表面呢 令到牙齒的髮狼質 剝下的髮狼質呢 可以生好一點的 好了 那Calvler呢 都會用在一些乳牙 腫瘤啊 這方面的 那通常呢 比較潔癡 比較硬的 好了 Calvler有沒有情緒的症狀呢 都有的 其中就是它很怕貧窮 還有呢 是猶如不決 叫它作決定是有問題的 這都是一種Calvler的精神上的症狀 好了 那我剛才都講過 可以用在那個靜脈曲張的問題 那靜脈曲張其實還有一個療劑呢 是叫做氫忽酸 是Floric Acid呢 可能比這個Calvler呢 可能更加好的 尤其是當你的靜脈曲張 出現潰爛潰揚 還有呢 有一種很熱的消痛呢 的感覺呢 那 Floric Acid 那個氫忽酸這個療劑呢 可能是更加好一點的 那當然啦 我們有很多情況遇到一些 植物曲張啦 那當然一般的呢 我們都會想到Hammamelis 是那個北美金柳 金柳梅 Hammamelis 鈣都對的 炭酸鈣 Kalcap 還有那個鮑魚汁呢 都是可以呢 是主要的療劑呢 是應用在這些 Varicose 那個動物那個種象的 好了 那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呢 就是一些線體的問題 對啦 好像扁圖線啊 或者是線體真身 很硬的線體 那這個呢 都可以考慮用這個的療劑 蓋化 尤其是有時候呢 我們又遇到一些 我們叫做那個 那個 那個 Pitulatory 線 那個 Pitulatory 就是腦下垂的線體 蓋化 因為很多時候呢 有些人在無醫中照X光呢 發現那個腦下垂體是鈣化了的 或者是有些年紀大的人呢 那個耳膜呢 出現鈣化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用的療劑 任何的情況 組織有鈣的沉澱物在這裏 有些鈣的 譬如在那個根那裏 那裏 那裏 出現一種結節的情況 那當然呢 處理這些問題需要時間 你起碼要給它半年 一年半載去處理 那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呢 就是那個 白內障 那我們一個主要的應用 是白內障的療劑 那通常呢 都要時間 你可能呢 要持續用它六個月 我們通常會用纖維炎的 那可能呢 你用了六個月之後呢 好了可能十個%這樣 那這樣 就要持續慢慢去用的 那當然呢 很多人呢 就是用開刀這個方法的 那我覺得呢 如果大家不想用開刀的方法呢 可以用這個 這個 那個鈣化鈣 這個鈣化鈣 這個鈣化鈣 那當然啦 其實呢 那個 白內障 是很多人都會有的 年紀大的人呢 很多都會有的 很少 就是很少走計的 那我們都可以用這個 的忽化鈣呢 是作為一個預防 就是不要到它 真的出現那個 白內障了 那你才去處理 尤其是你發現呢 家裡很多的老人家 已經過去都出現過白內障 這個問題 那自己呢 知道呢 都沒有什麼 可能都 都會有機會的了 那我們就可以呢 及數呢 就用著這個 的療劑 OK Calflow 也是一個很簡單 很好用的療劑 希望大家呢 學了之後呢 可以學以次用 可以幫助大家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 同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沙甸街 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